好,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點的馬力 裝太譜在外面逢馬過馬,逢馬,中心未來,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起點了,語錄共舞,贏到掉了 大家好,接下來2月6號的賽事是泥草雲合賽 草地會用絲欄,接下來這場5班1650米泥地賽 不敢肯定是否投場,但是組馬非常亂 捕捉方面是很多下,白寶袋,電腦1號 喜氣綿綿,家應風彩那些,全部都快 感覺上應該是一場要鬥氣涼的賽事 看看火天大友會不會賺到 預計1號馬翡翠劇院,已經七歲了 現在只剩40分,跑五班賽,當然有好處 剛剛就跑了一場五班的1200米排一檔 用周俊諾減少了磅,都是跑第二 這筆馬很慘,1650米不到,1200稍稍嫌短 但是在五班,真的很有好處 但就算泥地性能多好 評分多有優勢,狀態多好都好 跑這個路程,純體報名表真的選不到他 預計2號馬甜酒杯,贏了一場泥地1650米之後 上四班跑場1650米草地都能夠跑到第三名 雖然時間不算很厲害,但他贏馬那一場 姿態非常好,當然那一場馬 慢步速,他排了一檔,省了 最後的200米,如日無人之境地過了馬 那場馬的姿態很好,但時間其實一點都不厲害 現在下來五班應該會有少少微利 但以那場爺馬水準,我覺得對手比較差 他本身實力,在五班只是少少超級 未必真的厲害得那麼厲害 我在這一刻,我會建議三重賽四重賽拖腳 四歲的紐西蘭自扣身馬,毛技 傅系就是高推薦 季內跑了四次都輸得很遠下 一月十三號跑完那場1650米,被人減了三分 下班,但看不到有轉機 雖然在下線賣賣HALO 那些阿根廷馬,即是美國線的馬 來的應該沒問題 但看他陣上的表現和神科,力量還沒足夠 五歲的紐西蘭自扣身馬白寶袋 季內都跑了八次,只有兩次沒有獎金 一個win,三個play,一個第四 兩次跑泥地都可以進入前三名 還要是前一場贏馬贏得很輕鬆 1200米當然是嚴短 1600米少少嚴長 但狀態仍然很漂亮 38分,評分應該仍然有少少優勢 我覺得這一匹是一匹四班尾的馬 43分左右仍然能夠贏 現在平38分,正常來說應該還有一場頭馬在手 希望正常常他能夠跑到位置 因為對於他的長力我仍然有少少懷疑 如果他能夠跑1400米泥地就發達了 但1400米草地又不夠爆發力 1650米草地也捱不到尾 希望這次泥地1650米他捱到尾 因為感覺上這場馬快馬不少 如果有馬燒他一撻著了 他一搶後就麻煩了 但如果他能夠在前面慢慢放 機會馬來的 六歲的國際拍賣會馬 電路一號,過千萬的馬 香港跑了二十次,只有三個匹 現在36分,當然是好處 但有幾個問題 泥地1650米他曾經入過位 跑過第二名的,當時去前置 但他以前試泥閘真的不肯走 我不敢肯定他是因為賺了前置偏差 還是泥閘路太短跟不住 我不敢說,這匹馬有級數,有能力 但實在太過飄忽了 如果他排得很好 而且能夠跟到前面走 而不是自己放 最好跟著人跑 我覺得他純粹跑氣量 跑回到級數,可以欠位置 但這匹馬實在太過飄忽了 跑二十次,只有三個位置 關於跑七次 一個匹,三個第四名 一個第五名 是越來越近的了 但頭柱上我建議三四重賽 撐一下票 五歲的愛爾蘭馬 緣份是國際拍賣會的新馬 在香港跑了十二次 跑過一個第三名 季來跑四次 一個第四,一個第五 現在36分,應該站穩 而且博星D看到他示範泥閘 很好走勢 我不排除因為他Kamacho的兒子 就是釘蕭線 下線就是愛爾蘭馬 我覺得這些膠沙地 可能很適合他發揮 而且他真的有評分優勢 如果抽到六檔以內 而且能夠跟到前 配合小將更適合發揮 這匹馬,三重賽半冷腳 六歲的發覺自購馬 黃龍司令 轉去徐宇石馬房之後 跑了六次 跑了兩個匹 我之前也說過 他狀態其實是初起 但看到他越來越近 越追越近 在39分的時候 季內 11月4日的時候 在泥地1650米 跑過第三名 當時39分 現在33分 好處到暈 而且狀態真的跑起來了 我覺得不要被他1月26日的泥柴騙騙了 當然 他是包尾回來 騎下去好像不太多 但其實中段有少少走勢 如勢也不差 而且那部集的時間 也比較快 我認為他可以在這組裡 搶到四重彩腳 應該會是我第五選 除了在YouTube分享賽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亦有在以下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聊一下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找一下 馬幾仙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七出的法國自購馬上蒲福滿 季內跑了四次 兩個第四名 五班當然是好處 但我都說了很多次 1650米真是嚴短 就算有泥地性能多好 前季四班是會贏的 上季三班 1650米 一個第三一個第四名 感覺上現在平三下分 好像很有好處 但這匹馬以前也能夠跟前一點 但轉了馬房後 不管跑什麼路程也好 還是留得比較厚一點 我有少少擔心他追不及 算級數上 三重彩腳 贏就難了 除非他能夠跟到好位 三至五位 如果他留著和人鬥後驚 應該挺難的 六歲的澳洲自購新馬 家應風彩 我都說了幾次 他之前贏馬或入位 都是非常慢時間 當然以前跑泥地這個路程 跑五次 有兩個P 兩個第二名 當然他以前五次跑泥地同程 有兩個第二名 其實這個評分當然很有好處 但11月18日之後 輸完那場馬被人減了四分 12月試了兩貨集 我覺得走勢普通些 力水好像不夠 而且這匹馬最大殺罪在前面 慢放 但見到神貨力度一般 和試襲沒有了前速 我有少少擔心他進度 或者熱身後更加好 五歲的柳西蘭自購新馬 喜喜綿綿 不論他前置也好 後追也好 經常都很近 今年轉了馬房去蘇寶羅之後 跑七次 剛剛上市終於跑到第二名 還入包未追上來 跑到第二名 可能配備幫倒手 剛剛最近一座泥閘 按住自己在外面飆上來 我覺得這匹馬狀態非常非常好 而且泥地應該非常厲害 以前也見過 他在10萬泥 一個第二 一個第四 今年就跑過一次正常泥 1200米 但現在越跑越長 他的血統明顯是需要跑1600米打上的路程 比較正確 現在轉過來泥地 狀態很好 而且跑一個正確的路程 我覺得贏面非常高 希望他撿到一個好檔 8歲的英國自購馬火天大友 龜內跑了六次 剛剛最近兩場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名 狀態非常好 而且他跑泥地一定沒有問題 不過他跑1650米真的嚴短 雖然這場步速好像會很快 但剛剛跑那場1800米好像已經嚴短 現在縮回去跑1650米會不會追不及呢 7歲的紐西蘭自購新馬 黃金元帥 在香港跑17次 只有兩個披 上年看到他在季尾時段 追得挺厲害 以為馬有起色 誰知都是搞不定 今季10月24日 在田草1400米跑到第三名 以為狀態好一點 誰知下一場跑場田草1600米 追下去一滴都沒有 之後轉了馬房 收埋粗又沒有試閘 感覺上狀態未必是最好的時候 但這匹馬是BFOXRAGE 是泥地特階的總 而且這匹馬跑距離一定會對 雖然他沒有試過閘給你看 但看血統上 看往績上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四重賽兼顧一票的馬 這些馬可能會是大冷門 五歲的南非自購馬西夏之王 季樂跑八次 一個第四一個第五 他跑第四的馬真的走光 以為馬越來越好 誰知完全沒有起色 現在評分還要17分 本身也不想選他 誰知上星期試一貨泥閘 幾好走勢 我再進去看看 他的血統上 究竟會不會跑泥地 原來他的副是 Give Me The Green Light 的老豆 是 More Than Ready 即是泥地好手 而他的母線是Bi National Assembly 加拿大馬 美國釘式家族 應該泥地完全沒有問題 難怪市貨泥閘這麼聰明 這匹馬 如果收拾到內檔 省省省也行 如果收拾到外檔 又要留到包尾再追 應該比較難 但這匹馬是冷門 又是應該泥地會OK的馬 7歲的愛爾蘭自購馬 向前看 本身以為他季內已經跑起了狀態 會越來越好 誰知上場又是跟前了一點 回來真的不多 1月19日試了貨泥閘 不肯走 明顯好像沒有上季那麼厲害 當然現在評分減過了 如果他突然肯跑的話 即是你留得對 情緒也好 又想跑的時候 不排除他可以追入一隻位置 但現在蝕著分離跑 而且課閘真的蠻嚇人的 我在排位之前暫時都選不到 五歲的拍賣會馬 梁憑共勝 跑了九次 最近都是輸四個多馬位 那場還要是一千米 即是如果拉長一點 可能輸十幾個馬位 就像最近1月13日那場馬 跑場1650米 就輸了十二個馬位 剛剛輸完之後 就被人減了四分 看不到有變數 你只能說 因為他的外組褲 是elusive quality 可能來地會厲害 但他跑什麼路程 都看不出他有什麼能力 第二後備馬 聖細 季內已經贏了馬 一個第一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最近兩場追下去沒有勢 雖然神科和試襲 仍然很好表現 好似想拿保護權 留回之後跑場田祖1400米 我之前也說過 他跑1600米 真的稍稍嚴長 季初那場1600米 是賺了萬步速 才能捱到第三名 1400米最佳路程 1200米嚴短 所以我想希望他補不出 之後等他出五班的1400米 才賭錢 再見 大家好 早晨 9點鐘已經排了位 這場五班1650米 就編了在第五場 步速應該會偏快 百寶袋 尚浦覆滿 街營風彩 這些馬都應該會快一點點 但看到實力馬 全部排在外檔 這場馬真的很難選 所以編了在這三支次關 看來也想考一下大家 1號買這隻翡翠劇院 排一擋一檔用潘頓 但真的嚴長 排一檔的甜酒杯 很明顯這隻馬尼迪會厲害 但就算他排一檔也好 應該都是位置馬 無記就不可以 百寶袋排三檔用國能 應該是座位望爺的馬 感覺上他能夠前置 狀態也好 電腦1號用陳嘉希減磅 但這隻馬太飄忽 只是建議四龍彩開票 緣份CAMATRO的兒子 本身這隻馬真的進度不錯 但我對於泥地有少少保留 又是四龍彩腳 和龍思靈 狀態跑起來了 但他排在十三檔 我只能放到第五選 上部覆滿 又是愛檔 排十檔 這匹馬 如果計算正常來說 泥地是很好的馬 但1650米 稍微嚴短 又是最多四龍彩腳 嘉應鋒在排十二檔 近放一般 也應該放不出 難搞了 全組最健康的喜氣綿綿 竟然抽了十四檔 真是克制到暈了 究竟這匹馬 他會留著來跑 還是前置呢 我不敢說 但如果能夠正常出閘 留著少少來跑 看到他試閘 留著來跑都很好走勢 不排除他可以出冷 這匹馬來得非常好 火天大有 狀態又是跑起了 但1650米 又是嚴短 評分當然現在有少少微利 但我只能夠四龍彩肩肩股一票 始終是人弱 黃金元帥 轉了馬房之後 狀態明顯不是以前的 西夏之王 撿了一個好檔 所以純粹因為撿了一個好檔 而且撞大真的很不差 我覺得他是一隻來地會吸跑的馬 所以我放下去第三算 博下冷 向前看 狀態以為跑起了 但排狗檔 我怕他未必會虧得起 這場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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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亂 本身都已經亂了 现在的比较适合和实力的码全部排在外档 反而外档的甜酒杯、百宝袋等 我想应该会变成偏热 所以我仍然是收拾一些 状态好一点,而且有赔的码 我在这一刻,我的冷胆,我选喜绵绵 排了十四档,我估计它应该会有赔的 第二、次选,我还是选择百宝袋 因为排的三档很好跑 赢不赢得到,看看最终一百位是否捱得住 希望步速不会很快 状态仍然在 第三选,冷选西夏之王 我觉得这个码来得不错 而且血统上,尼迪一定会跑 所以放下去第三选 甜酒杯排一档 虽然明显这个路程稍稍严短 稍稍,不过尼迪是非常好的码 希望追到第四名 第五选,以后有班底的黄龙司令 但这四重彩脚非常多 例如电脑一号,缘份,上婆覆满 火天大友 我建议这场码只看,轻手一点 如果想细处增加投入感 我建议喜气面面,Winplay 不过轻手,小一点 纯粹增加投入感 这场码不是重心投注场合 大家会问,为何分析完场码之后叫大家不要赌 不是每场都要赌的 第二,其实这堆码之后都会再出 这堆码下次再出的时候 你都要看上一场赛事 功课都要照做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条片 请记得给个赞和订阅支持一下 下边的影片 下边的影片 看起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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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